我们的故事要从初中开始讲起 初二那年 我转学了他所在的学校 和他成了同桌 他会打篮球 身材也好 他对我很好 我在陌生的环境下 他像一个哥哥一样照顾着我 有一次 他无意间和我提到彩虹的话题 我只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回答 如果我是 你会喜欢我吗 一期只记得 他小声说了一句 会 我没当真 只是继续有说有笑 后来由于顺路 我们俩晚上一起回家 一次下起暴雨的时候 他拉起我的手 在雨中狂奔 那一瞬间 一种踏实的感觉涌上心头 也是在那一瞬间 我有了心动的感觉 我好像爱上他了 时间过得很快 中考到636分 我624分 说巧不巧 我们俩又进了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班级 2017年的6月28号 高一期末考试前一天 他把我叫到走廊尽头 我问他想干什么 他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吻了我 我很难接受 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 我慢慢地推开他 看了他一眼就跑了 其实 我一直保守着 自己喜欢男孩这个秘密 后来我就不再理他 直到那年8月4号 是我的生日 他悄悄买了一块蛋糕送给我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 王庆 我喜欢你 我说 我也喜欢你 但我们是不会被接受的 他说 喜欢就是喜欢 我爱你就是爱你 这句话我会一直记得 最后他慢慢走到我面前 又吻了我 这一次我没有逃避 我牵手了他的表白 高三毕业 班主任请吃三伙饭 他居然捧着花 再次大声向我表白 我哭了 周围有欢笑声 又有人在窃窃私语 但那一瞬间 仿佛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 现在我们俩在同一个城市 同一所大学 他读物理系 我读化学系 七夕那天 我们俩约定一辈子在一起 更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双方的父母 都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这一切就像小说一样 未同返想 我叫王庆 他叫刘瑞扬 在我投稿的时候 他正在旁边指指点点呢 他现在是有狟の 他们自然之邀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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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